在1981年出生的叶佳瑜因为甜美的外貌 所以走在路上都能够被星探发掘的叶佳瑜 因此加入到了娱乐圈中 叶佳瑜在娱乐圈中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好演员 因为民事给了叶佳瑜更多的热捧 所以叶佳瑜后来也有在众多的电视剧中有参演的部分 从配角做到了女主角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叶佳瑜 知名本土剧女星叶佳瑜与同为演员的老公陈雨峰 结婚至今十年还遇有一对可爱的宝贝女儿 夫妻生活温馨又幸福 是演艺圈中有名的银色夫妻 而如今叶佳瑜也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全职母亲生活 近来更是一回归八点档就加入了主打剧作《黄金岁月》的剧组 对此她受访时还大放透露 夫妻俩现在已经角色互换的分工现况 据媒体报道 叶佳瑜坦言 过去七年为人母的她负责照顾两个女儿 这段日子亲力亲为 根本没时间管理身材 现在回归演员身份 第一件事就是未细瘦身十公斤 连剧组同事看到她在吃饭都会提醒她 有宝就好 好在黄天不负有心人 说起成功瘦身的成果 叶佳瑜笑称 老公陈雨峰对她现在的身材 态度直接到热恋期 被问到夫妻生活时 她还忍不住休喊 陈雨峰每天七早八早就叫小孩去睡觉 我都要跟她求饶 老夫老妻可说是重拾了年轻时候的热恋的感觉 至于是否会再生第三胎 叶佳瑜表示 现在一家四口的日子 她和老公都非常满意 尤其老公认为 现在的状态非常完美 生不生都在于她 她小心就好 除此之外 叶佳瑜也表明 现在夫妻俩的分工 跟过去已经180度大转变 现在她忙拍戏 陈雨峰就在家带孩子 我们有讲好 一个人接戏 一个人带孩子 因为我婆婆身体不好 没办法离开台南 当初为了家庭吸引 叶佳瑜坦言起步确实很难 但这些年 她也已经习惯当家庭主妇 加上孩子 反馈给她的爱是百分之百 让她非常满足 叶佳瑜 陈雨峰2011年结婚 育有二女 两人为同框 出席一起发光新剧幸福宅一起 开进记者会 夫妻继父与子之后 就没在同个电视台拍戏 被问到是否有刻意避免 叶佳瑜笑说 没有啊 我只有在避孕 笑翻众人 也自暴其实 很想再生第三胎 叶佳瑜近几年 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 不过现在孩子逐渐长大 之后也渐渐回归演戏 先前妹妹白佳琪与媚婿吴东燕 到美国蜜月 她坦言很羡慕 夫妻俩已经近十年 没有单独旅行 谈到是否还有夫妻情趣 陈雨峰修喊 有啊 他们还是要上课 也要睡觉啊 叶佳瑜 陈雨峰夫妻当日前 尚未是中文台一代女王 透露当年两人交往 并没受到祝福 当时叶佳瑜是八点档 当家花旦 陈雨峰刚从歌手转演员 一度被算是高攀 婚后 为了证明自己 并非贪图老婆名气 陈雨峰让叶佳瑜安心吸引 一肩扛起家庭 还感性地对她说 你是可以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 陪伴我的人 叶佳瑜当年是民事力捧花旦 很多人误以为她的后台很硬 怀疑她爸是叶佳修 或是叶启田 两人交往消息曝光后 受到很多阻力 一开始甚至没有人祝福 叶佳瑜说 当时家里还有债务压力 身旁周遭亲友都觉得 女明星应该要嫁给有钱人 怎么会跟一样 是演员的陈雨峰在一起 但因为这样的阻力 让两人更加珍惜对方 陈雨峰说 当时就听过关于叶佳瑜有后台 或是有人包养 才能演女主角的闲言闲语 加上叶佳瑜 不会讲台语 却能演女主角 外在条件又那么好 让她的确有些怀疑 但是真正去了解叶佳瑜之后 才知道她又努力又孝顺 而两人交往时 因为在同一档戏里面演夫妻 就顺势用剧中的婚纱照 当作自己的婚纱照 至于为何 当时没办婚宴 陈雨峰解释 本来想在老大出生后补伴 结果 叶佳瑜又怀上了老二 后来 陈雨峰开始拍戏 一直到在小巨蛋的 爱在四月天活动现场上 由名声狠旺的基督教牧师 为两人证婚 在现场万人的见证下 终于完成婚礼 婚后 叶佳瑜对陈雨峰爱 改车这件事直呼头大 不止不知道 老公花了多少钱 而且 每次都至少花半天 专程开到云林去处理 连陈雨峰弟弟都开玩笑的警告 叶佳瑜说 你都不怕他在那边藏了一个小的呀 八点当女神白家起出席新书 让每个决定 成为最好的安排 签书会 书中 谈到许多人生辛苦的片刻 24岁因为餐厅 负债600万 还面临第一段婚姻低潮 形容当时的状况 像是被黑暗吞噬 提到亲子叶佳瑜帮忙 他渡过难关 忍不住情绪泪崩 白家起花了四年时间偿还债务 收入连十分之一 都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自己不能多花一毛钱 当时刚进演艺圈的他 投入本土剧拍摄 拍戏之余有工作就接 三四天没睡 都是家常便饭 最长时间有整整一个礼拜 没有碰到床 仅能用通勤时间补眠 因此出现内分泌失调 自律神经失调症状 当时子子叶佳瑜二话不说 把保险解约帮他还债 谈到这段往事 让白家起落下痘大泪珠 他一起当时与子子正在拍摄 八点当赋予子 其间到诊所打营养针 两人在枕间暴哭 叶佳瑜问了一句 为什么 哭诉人生为何如此辛苦 他反问子子 若是能选择 会放弃照顾家人吗 叶佳瑜果断说不会 白家起哽咽说 家人就是放不下的责任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家人 但是可以不要放弃 把我们生活活成一把好牌 坦言外界总认为 它很正能量 负能量无所不在 有时候只能选择忽视 台湾女星叶佳瑜在意难忘 爱都演千金小姐 实际上 她从小过着躲债搬家的日子 没升高中 就开始工作的她 不再逃避 还乐观地说 只要肯做 老天会照顾你的 叶佳瑜自扛起家计 就要面对全家五十万新元的房贷压力 她本来不会讲台语 但因为台语剧当道 演出的机会较多 她硬着头皮 一字一句学起 才有今天的成绩 叶佳瑜当一人钱 收入不多 所以债务到今天还没还清 她说短期内也还不完 问她怎么看待这样欠债的日子 她感触地说 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债要还 不要逃避 只要你肯做 老天是会照顾你的 叶佳瑜给自己买过的最贵礼物 是一辆两万多新元的车子 她说这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买 但也花了两年才分期付款还清 和其他阿姐如张凤叔 陈美凤相比 28岁的叶佳瑜 属于上位中的新生代 她在一南望里演蔡智英 在爱里演宋怡婷 都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可是现实中刚好相反 她透露 爸爸因为心脏不好 在她念中学时便失去工作 为了让三个弟妹继续念书 所以她没有升高中 而是踏入社会工作 为了筹医药费兼养家 叶佳瑜的父母到处借债 又因无法还债 全家经常搬迁 这样游牧般的生活 让叶佳瑜从小就经历人情冷暖 2021年2月4日 据媒体报道 女星叶佳瑜自爆生完二胎后 体重就一直在120斤以上 每当她看着自己臃肿的样子 就完全丧失了自信 在台媒发布的照片中 叶佳瑜的皮肤有些松弛 不过保养算是不错 加上她的五官精致 看不出已经将近40岁 但是叶佳瑜穿着的运动服 正好露出她的腹部 肚子上的肥肉松垮地堆在一起 完全看不到腰部线条 叶佳瑜受访时 坦言自己尝试了多种减肥方法 还因为吃排油食品 吃到狂拉肚子 出门必须要穿着大号的卫生棉 否则就会不小心将排泄物 粘到裤子上 叶佳瑜如今的形象 着实与昔日大有不同 作为宝岛八点档女星 她的迎平形象 也为不少大陆观众熟悉 当年她在一南望里的妞妞 至今仍有网友提起 叶佳瑜受访时透露 只要自己变瘦 老公陈宇峰就会注意到 她还自嘲没减肥 之前老公眼里只有女儿 其实 叶佳瑜和老公的感情一直很好 2020年底 她还晒出夫妻俩的甜蜜合照来 庆祝结婚九周年 而且陈宇峰还将房子和车 全部登记到老婆叶佳瑜名下 给足她安全感 吸引七年多 叶佳瑜在2021年初正式复出 她和陈美凤 陈仙美等人一同主演八点档新剧 1月6日 叶佳瑜以主角 身份现身 该剧开机发布会 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 而叶佳瑜的付出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期待 网友不止对她出演的剧集 印象深刻 对她的演技也赞不绝口 叶佳瑜在事业高峰时 为爱隐退 放弃了女演员的黄金时间 身材也明显走样 的确牺牲不少 但在她收获幸福家庭的同时 还一直被网友牵挂并期待着 也是作为女演员的另一种成功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